第二场辩论会后我们也走访华裔民众 华裔民众对两党候选人各有评价 但一致表示心中已经有特定的支持人选 不会因为辩论表现有所改变 民众普遍关心的议题还是集中在经济成长 与健保改革等名声相关的题目上 并期许不论最后是谁入主白宫 都能为美国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第二场总统大选辩论中 欧巴马总统与对手罗姆尼 就民众提出的创造工作机会 税制改革 能源开发和产业外移等议题 各自阐述立场和政策 而对观看辩论会的华裔民众来说 都认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表现较佳 欧巴马总统好像说做得不错 这个总统好像是比上一次有进步 我也是觉得欧巴马比较好表现 早就决定了 欧巴马 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共和党的 就算他们再怎么讲 我们还是共和党 还是Romney 欧巴马不要变动太大 就是比较平和一些 变来变去我们受不了了 华裔关心的议题 也着重在民生政策 最需要加强的就业 就是经济啊 我们比较关心民生嘛 经济赶快把它弄得更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欧巴马的健康 doesn't work 他说 美国人民要认知说要怎么样 他们已经那么多税收了 还不够钱花也要find out的 那个最终的原因是 如果减税的话 钱越少大家越知道怎么节约啊 虽然也有民众表示 我们中国也一般很少参与这个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没有关注过 没有 谢谢 另外也有不愿据名的民众认为 应该再给欧巴马总统四年时间 毕竟当初接手白宫时 美国正开始走下坡 经过欧巴马四年努力 美国虽然还在复苏 但已经渐有起色 不过共和党支持者则说 换个人做 也许将是美国的转机 感谢观看